前文在族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讲到黄天化下山亡本 既食杂就又变幅 没有听从他师父的教导 结果就被摩离清的白玉金刚压打死 幸好真君早已经聊到这件事 派童子背他上山 用药使他起死回生 这一堂紫阳栋道德真君面授基义 还赐给他一件宝物 叫黄天化再回摩家四象 黄天化用遁地的方法 很快就返到西企 姜子牙黄飞虎见黄天化死而复生 十分惊喜 黄天化就将师父的说话 讲了一堂出来 飞虎听闻了欢离得不得了 第一 黄天化上出玉琦麟就出城挑战 摩家四象出现 摩离清停枪杀出 两人打都不够三四个回合 黄天化转身就走 摩离清赶过来 只见黄天化挂好相材 打开锦朗 拿出了师父交给他的转身钉 各位 这个转身钉就厉害了 是稀世真宝来的 有七寸半墙 潜潜发光 光艳夺木 黄天化放好在手掌心里头 见摩离清就来赶到了 回首一发声 闪过一道金刚 刚刚打中摩离清的胸口 穿心而过 只见摩离清大叫一声 哎呀 即时倒地身亡 摩离清见轻掌被打到落地 心里头生得不得了 挺即杀张过来 黄天化收回转身钉再次发出 又打中摩离清的前心 即时收档 摩离海怒哭一声 都还没出阵 已经被黄天化的转身钉 又打死了 摩离兽见三人死于非命 年王伸手将从炮皮浪里头 拿出那只花狐雕出来 伤黄天化 怎么知他没想到 这只花狐雕 是杨展变出来的 早就躲在炮皮浪里头 手一伸进去 就被杨展一口吸下去 哎呀 把摩离兽的手咬断了 痛得摩离兽猛咬救命啊 也被黄天化发转身钉打死了 杨展捐回来 随风一房 呜一声 现出现形 黄天化就不认识杨展 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问了 风化人形者是哪位啊 杨展赶出来历 哪吒也赶过来 祝贺黄天化 和杨展两人立功 一切就翻到上府 姜子牙好高兴为他们摆走庆河 好了 花开两朵就割表一枝 先不讲姜子牙他们先 这里我们再讲那个文太师 接到游云冠总兵斗荣的报告 说是大败东伯侯姜文焕 又接到三山冠总兵 邓九宫的报告 说是邓九宫的女儿邓潜勇 大善南伯侯岳顺 他正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间 治水关韩明的警官来报 说魔家四将兵败身亡 文太师一听 击到三师神暴跳 就七轿来生烟 中间那只眼睛睁开了 射出两尺的白光 他想如今东南两路 已经平安无事 这样看来我要明日明军 趁着前往侵罚西齐 文太师收下本章 到了第二天早朝 就将事情奏命给奴皇 于是奴皇发下皇无白月等仪仗 太师择日祭旗出征 奴皇亲自前离战行 太师举杯纯纯告戒奴皇 希望天子言明用心处理好朝政 他最多半年左右 一定会海奴还朝 太师喝过几杯 太师喝过几杯 刚刚上了座旗 哎呀呀 没料到那只墨奇梁突然叫了一声 整只跳起身上来 将文太师踏了落地 八官大惊失色 所有那那声上前 将文太师扶起身 这个时候 只见夏大夫皇便上前话 太师 今天出征落旗 实乃不强之少 不如点个帝个将领 前往征伐吧 太师就说 大夫你这么说就差了 你这墨奇梁 久未出征 根据不得书简 才会这样的 无需顾虑 讲完 至今文太师再次上席 就点炮出兵 那各位 这套文太师出征落旗 确实是那不强之少 那他命运怎样呢 大家听下去就知道了 让我这个港古佬 在这卖个关子先 再讲文太师率领三十万大军 就出了朝歌 过了黄河 来到城池院 城池院的总兵张晖出言 太师就问他 张总兵 去西齐哪条路近 张晖就说 回品太师 走青龙关 可以近两百里路 好 一月走近 太师就率领人马 走青龙关 哎呀 怎么这条路就崎嶇合宅 大队人马经过就很难行 反而误了路程 文太师暗暗沉沉沉地说 啊 早知道是这样 不如还是走五官方便得多了 有日 大队就来到黄花山 文太师见山势险恶 真是一山未过一山燕 千里寸武 半里平 莫动莫同 更要紫处就只看图画不堪肯 可想而知 你说山路多难能 多么崎嶇呢 于是文太师就命令人马安然责寨 他自己一旦骑着默其伦登山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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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山上一望 就看有一大大平坦的地方 好像一个战场那样的 泰斯感叹一声就说 好一座山啊 若是潮哥宁静 老夫有空来这个黄花山秘静萧嫌 你说多么安乐呢 正在看山景 忽然之间 在他脑后边传来一声罗响 啵 泰斯急忙另转坐骑 定眼一望 竟然来山下边有一圆将领 哇 这圆将领 面目憎怜 好凶恶的样子 骑着一匹黑马 洗开山苦 正式拎着那帮流罗 走一字长蛇阵 其中有个侍族 在山顶里有人看阵 立刻就报知给那圆将领知道 那圆将领立刻拍马上身 啪啪啪啪啪啪啪 好快就上到山领 大了一声就问了 什么人 淡今在这偷看我激烧西 太师就说了 哈哈哈哈 贫富正在那儿看着山景 好想在这座山 起座茅庵清修 那个人就说了 好过妖道来说 他都根本不问情有 他起开山谷就向太师劈过来 太师就哪会怕他才行 用金兵急价相认 打了几个回合 即是文太师用哪一指 奇怪了 在平地之上马上演出了一刻做金牆 就将这个人团团围在中间 文太师心想 我收到这个人去西企 虽无大乘亦有小就 没多久又有两仗杀上身来 一个是洗枪的 姓张就叫做张哲 人称张天君 一个是洗枪简 姓陶就叫做陶瓶 人称陶天君 见了文太师不由分水上前就打 文太师洗开了金边 冲杀上下三旗交加 文太师勒尊默其轮 往南就走 两仗赶上来 文太师用哪一指 用水盾就顿着那个张天君 用木顿方法顿着那个陶天君 哈哈 搞定了之后 文太师依然坐在山坡之上 再讲那帮流罗 见这样的事情发生 马上快报给另一个寨主知道 这个寨主是二大王新环 又叫做新天君 新环清闻之后 他知道三位千岁被一个 红袍的盗人打死 不敢搏贱大路 提起随转 将勒下两只肉翅一夹 呼声就飞上空中 一阵风响雷鸣 好快就来到山上边的大声话 哼哼 好过妖道你说 打死我的兄弟 我又岂肯跟你善白那么忧 文太师当中的眼睛 抹开的时候 见来人两只翅飞过来 一阵凶恶又欲酸的样子 他心想 哼哼 五顿之中 顿不得此人的 他就将金边 照路边的一刻座山 连续指督三指 势力了 文太师呢 他那条金边 就不是说玩认真好东西 没错 的确是不少东西来的 夏文治会交代 他就命黄金力士话 用这个山石 给我压住这个人 黄金力士领法子 联盟将这个山 山里头的曬石平空飞起 将新环夹腰这样压住 新环被山石押着点都点不动 文太师勒转默麒麟 举着那条钢鞭 照着地门就要拼下去 新环见这样 哎呀 知道条命仔动啊 他大叫 哎呀老师 老师自卑 老师要命啊 不要拼下来 拼下来他一定死的 弟子不惜高明 冒犯天位了 于是文太师就步出家门 新环情愿投降 愿意跟随太师西京 文太师他说 好了 既然是这样 就要你一死啊 文太师命黄金力士搬走山石 新环跪低扣头 狠求太师放了 刚才的另外三个人 太师问明 原来这四个人 是结拜兄弟来的 按年龄 是邓宗 新环 张哲徒荣 他们聚集一万多人 占身为王 太师政感到不够人手用 当着收了臀光 邓千军就不见了金墙 张天军就不见了大海 徒荣就不见了大树林 三将清醒过来 就走马回山 见新环 站在那个着着红袍的道隐旁边 他们就大声话 不要放走这个妖道啊 新环立即上前祭祀他们说 喂兄弟 你们知不知道啊 他就是朝哥的文太师老爷 三人一听 奔案落马跪低 请求宽恕冒犯之罪 情愿投降 太师收下了四人对答楼罗 愿去的就跟着西征 不愿意去的就发给金银赏物 重造粮民 当时有七千多人就愿意去 还有三万石的粮草 众人消了巢月 跟随文太师下山 各位 这个就是文太师黄花山收邓身张图四章的故事 好了 这条再讲人马正走着 文太师忽然见路边山腰道 有一块大石碑 石碑上面 刻着绝龙领三个字 文太师在麦麒麒麟之上 不敢打到个凳 整块面都变色 邓中建那样 就连望上前问个根由 太师 为什么会这样的面喉 太师就说 你有所不知 我在碧柔公拜金铃圣母为师 学艺五十年 在鹿山的时候 师父曾经对我说过 你一世人风不得过絕字 今日行兵 刚刚见了石碑上书絕字 所以心上词而已 邓中四人就劝他说 哦哈哈哈哈 太师 大丈夫就起我二二一字 来定终身的和服呢 俗语都讲 吉人自有天上 况且就以太师的才德 豈有不克西奇之利 一路之上 文太师就再没松开面 这日来到西奇的南门 太师命安下迎戴 不讲太师安迎西奇 你头讲回姜子牙 得知文太师出大军道理 就带领重将上城 见城下边的刑寨 整然有罪 深暗兵返 不由心中暗暗佩服 姜子牙刚刚翻回上府 文太师就快邓中前来落战书 姜子牙就说了 好了 邓将军回言 多多拜上文太师 说三日之后会冰城下 不知不觉三日已到 城外边炮声响亮 杀声震天 姜子牙命人马列队出城 按照五行列阵 其号分青红白黑黄五个颜色 姜子牙坐着四不将立于岁旗之下 昆仑门下的弟子和纵将分裂两婆 文太师见到这样就暗字赞叹 姜子牙出阵欠身私礼 文太师出阵就质问姜子牙 你身为昆仑名士 为什么不守皇法自立即和 朝行立伴抗拒天兵 先杀朝廷的大臣 姜子牙听完 以正词言据理博弃 他就说了 既犯继承父业 命征言讯 武城王王非虎反乡 是天子灭绝人论 败坏光常 西奇武法一兵一出尽关 黄尸兵败将王 是自取其欲 天子不思自责 反而怪罪忠实 后来姜子牙劝文太师 不要逆天行事 还是早早收兵至好 以保存一身的名节 文太师被博得理屈此窮 他那块黄面焗到红晒 迁路于王非虎 就是拿王非虎来出气了 都不顾王非虎苦苦身边 他就命令话了 便一言将官 和我先将反臣竹立 话音刚落 左边封邓中的大声 没掌言王 走马姚虎 截取王非虎 不顾王非虎